大家好,我是Dan 去年提供了很多素材 去年一直认为自己跟TWICE奶昂是互相喜欢 试图接近奶昂 甚至也做了与奶昂同一家飞机的那个八个蛋 最近好像又在计划非常傻眼的事情 去年12月24号 奶昂Cover了Ariana Grande的Love is Everything 送了全世界TWICE粉丝们圣诞礼物 不过第二天球星马上就在网上发文 这是奶昂昨天在她的Cover歌里说出的单词 她是在告诉我,不要放弃 你放屁 因为疫情限制,真的感到沮丧 希望能赶紧回到韩国 真的好想你,奶昂 你不知道我是有多想你 因为有疫苗 再过几个月我就能回韩国了 希望韩国能为了接种疫苗的人打开国境 我要一个人回去韩国 这表示我在韩国会很孤单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在那里聊天 我想找到能单独跟你在清潭中见面的方法 也一定应该会帮助我的 我真的很痛苦,不是开玩笑 因为太想要见奶昂真的非常痛苦 我们也因为你很痛苦 请大家不要再攻击我了 如果奶昂让我放弃,我就会放弃 网络上对我的假新闻太多了 我因为爱奶昂,所以不会伤害她的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接着看一下 她跟网友们的私信内容 就是,如果奶昂有在私下恋爱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已经说的够多了 如果她做了那么严重的事情 这会让她自... 但是她不会做那么恐怖的事情 所以不要担心 典型的那种自己得不到就想要摧毁的恐怖情人类型 请放过我跟奶昂 我跟奶昂都不喜欢像你这样的人 请尊重我们的隐私 如果你继续打扰我们的话 我们会报警 这是最后的警告 真的是病得不轻 重点是,看她现在的热情 等疫情好转的话 可能真的会第一时间就来到韩国 而且现在只要花一点钱 艺人们的行程也不是买不到 所以,虽然说 前卫配内部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也报过警 但是我觉得 还是需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 然后在前几天 在Twice成员子余的老家 发生了大量的专辑 签名照周边商品被盗窃的消息 根据航文媒体报道 子余的家人发现 女儿房内的物品越来越少后 就赶紧报案 最后发现犯人竟然是 一个礼拜来一次 子余老家打扫的清洁员 这位清洁员将偷来的商品 放到网路上去贩卖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也不是一两次 胆子也太大了吧 没有偷贵金属 只偷周边商品也好神奇 可能以为只偷周边的话 会被原谅吧 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今天幸好只是偷了周边商品而已 如果是偷了子余的个人物品 拿去卖的话 不就真的 对于在子余老家发生的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主人 你需要点什么呢 主人 你需要点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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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